我們三位家長其實他都是 他的孩子都是被拒絕的 但是他不認為自己的孩子是沒有能力的 媽媽有一天她就把孩子帶來問我說 老師 要怎樣 我老了 外面的人都要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其實是有工作能力的 我就跟媽媽講說 媽媽 聽說現在有一種服務孩子的一個形式 叫做小型日間作業所 我們要不要來做做看 我們就在108年底的時候 我們就成立了協會 那叫吳京愛家園 吳京當然就是去無存經 在別人眼裡人家認為我們的孩子可能是雜草 但是我相信在媽媽的眼裡跟老師的眼裡 我覺得我們的孩子都是精華 他在小座所那邊也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他也懂得跟人家相處 他的公文也不簽 問題他現在去小座所說話 說話 比較簽 他又比較適合 他也要表達 我們要送貨也是靠老師 我們要募款也是都老師 他又沒有薪水又把他教 又把他私人的財產又拿出來 我們的核心就是用購買代替捐款 當然如果有捐款是可以實際上幫到 我們要送貨 評審一下 他最好 大家很記得